经过去年新冠疫情的折磨,今年经济终于走出谷底,第一季中国GDP录得18.3%增长。 香港也有大约4.5%的增幅,整体经济已经开始反弹,中国近年来发展神速,南方一个省份如广东省,其经济总量等于西方一个国家,甚至已超越俄罗斯、南韩、西班牙和澳洲等国,世界已经改变,香港人必须清楚认知,我们的国家再不是以前的弱国,而是真正的强国。 就以疫情期间为例,中国地大蜜薄,国家提倡经济内循环,自给自足也能让经济快速复苏,香港是外向型经济体系,依赖外来消费和需要引进外资,疫情影响了香港和世界各地的互相来往以及经济交流。 因此通关通行非常重要,而这一切取决于疫情能否清零。近日第四波疫情似乎开始受控。 坊间流传今年第三季中港通关,未知消息属真属假,如能够有条件局部通关。 也是一件好事。楼市是香港经济之处。去年香港环境恶劣,楼价全年跌幅1%,尚算温和。 这个下调幅度恐怕让很多淡有失望。原因其实很简单。看看我们鄰近城市去年楼价的表现。 深圳升14%。上海升6.8%。北京升6.7%。而香港已经融入大湾区发展。 经济商户影响。楼市也商户影响。内地大城市楼价均上涨。 都说水涨船高。为什么还期望香港楼价下跌呢?不者从来都不认为住宅楼市会大跌。 尤其在狂印钞票的年代。话以街股市的牛市表现。香港股市成交量大增。都代表资金泛滥的程度不断扩大。 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居住问题。还有通货膨胀问题。资金在尋找出路。 除了少数人懂得买股之外。大多数人就只懂得买楼。如果不是港府的楼市辣椒捆绑。恐怕资金投入楼市的个案会更多。 楼价自然也更加难以下调。这个解释淡有也许不喜欢。但却是事实。楼价不升便是跌。 那么今年楼价又将如何发展。不者延迟向来不懂得乖众取宠。去年预测楼市想落不大。 算是有所交代。今年下半年又不一样了。经济已建好转。 疫情开始受控。资金到处泛滥。楼价将会追落后。 综合以上各种因素。今年楼市不可看淡。特别是中小型物业市场。 已经蓄势待发。楼价上升似乎不可逆转。 不者不想看到却又可能出现的。楼价会如缺姜之马向前狂奔吗? 点赞是 ego不能喝的。 请不吝点赞是个障礙。 请不吝点赞是个障礙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